疫情之后风头最盛的行业当属新能源汽车了 除了大家熟知的特斯拉未来等造车新势力之外 欧洲大陆的一众车企也是迈向了新能源转型之路 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老牌车企福特近期也是决心 要在新能源赛道上重铸往日荣光 但是已经落后一大截的福特能否后来居上 福特的股票是不是有大涨的可能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总部做了在密歇根州的福特汽车 成立于1903年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都是工业制造的皇冠 虽然公司长期存在着资产过重 运营效率低下等传统汽车制造商普遍存在的问题 此外 极宝的边界利润也是福特不被市场看好的重要原因 但是 瘦斯的骆驼比马大 旗下40万员工和百年品牌的历史意义 都是美国政府不得不为其撑腰的重要依据 在拜登为福特站台 以及新任CEO推出全面进军新能源领域的战略之后 市场对福特又重新有了兴趣 再看福特的股价本身 0.5的市销率以及12.66的市盈率 相较于造车新势力们都是极低的估值 再加上本身1.17的每股收益 都显示出股价被低估的可能性 因此 如果福特能够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上面追上竞争对手 并且后续产品能叫竞争对手在自动驾驶等方面取得先机 那么将会迎来市场重新定价的机会 当然这一周期也许会长达好几年 但是目前市场上还存在着加息的系统性风险 以及汽车行业芯片短缺 美国钢铁铝的关税还未取消 再加上福特本身期待解决的资产利用率低 近期股价受情绪影响上涨过快的问题 都预示着福特的股价仍有回调的可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您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